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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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一起来看看 走出派出所一颗巨石挡在围墙和大门之间相当醒目 这颗巨石921大地震之后 派出所重建石被挖出 原本放在派出所的旁边 官员皮尺一凉 长汉宽 数字超级强 已立于官场运势 没想到至今却是六位前后任所长副所长 陆续有两位癌症身亡或者是病重送医 让民众质疑是不是官时变成了石管 哪一次是位置摆错 让整个派出所大受影响 在拜神祭天之后将巨石移到大门前 当时赶当 为了提振远景的士气 宁可信其有 来到南投草屯镇一问鸡针措 当地人都知道就是位在巷内的这间谷措 流传一段故事 千万别得罪唐山木工师傅 否则会招来厄运 相传200年前的李氏旺族 第15代李三边砸钱 请来唐山师傅改屋整修取名三边堂 没想到墙上这两艘大小船 却开启李氏家族的危机 李三边一家人从班路三边堂 开始接连友人生病 甚至经商失败 经高人指点才知道 遭当年唐山师傅下咒 原来他是不满屋主 几乎餐餐杀一只鸡招带 就独却他最爱的鸡针 等屋子盖好 奋而化船服 当时唐山师傅化大船载出并下咒 代表财富外流 后来知道是误会 屋主腌好一包鸡针要送他 赶紧修补化了小船载路 但一大一小路不复出 李家人逐渐败光家产 只好在竹中排位下方 摆放三颗石头破纱 台中南区的江川公园 每年五六月变身浪漫约会圣地 不过 这只比人还高的石柱 相当醒目 真的是景观用吗 靠近一看 石柱表面有铁锈颜色 和其他的树干一样 直立在公园内 有部分的居民传说 景陵绿川有螃蟹金出没 当地居民运来正煞用 但老一辈的住户直言 石柱设立三十年左右 以空拍画面看更清楚 绿川水流 来到中兴大学门前 出现了一个大弯道 形成老师口中的反攻煞 正对这几户人家 石柱如同石赶当 设立前方 借此荡煞划煞 您所不知道的台湾爱开始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的故事 那到底是诅咒还是巧合 还是不知名的原因 那墾丁我们都很喜欢去 你知道 你们不知道一件事 墾丁的海滩曾经发生过 九个国小的学童一起溺斃 你知道吗 曾经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 那最近在墾丁的后壁符 后壁符很多人都会 跑到那个地方去看 等于说搭船等等 然后事实上又发生了 两个人溺水 一个年轻人溺斃的事件 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后壁符 有所谓的小巴黎岛的命境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在七八十年前 其实尤其是在二战末期的时候 曾经连续发生 那时候连续发生 美国的潜水艇 在我们台湾墾丁的旁边附近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日军 都要经过台湾海峡 它就在那个地方等什么 等日军的军舰 尤其是运兵舰 因为它没什么武装 然后直接用雨雷就把它打下来了 一烧一烧一烧 常常都几百具 几千具的遗体 就这样飘在台湾海峡上面 那当时就直接飘到了 包括后壁符附近 人们说 连烧尸体的火葬场 那个炉子开了那么多 都每天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专门烧 烧了一个月都烧不完 你就知道有多少人 那么在那个时候 罹难者有多少 那是因为时代的悲剧 那如今又发生了一些 溺斃的事件 就会让人家 慧宣慧云认为说 会不会是诅咒 会不会是什么 反正自己要小心一点 不该去的不要去 不要忘记 这次溺斃的人 善勇者溺 会溺死的很多 都是游泳很好的 这是有一个 竟然是学校的游泳队 竟然溺死 所以大家要非常地小心 除此之外 嘉义眉山也曾经出现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双溪村的一个妇人 在自己家里面的果园 她在整理果园的时候 整理整理的时候 她挖到了一块碑 那么石碑上面 写个厚土两个字 跟各位解释一下 你去摸摸摸摸的时候 每个坟墓都会弄一个厚土 厚土其实就是 小土地宫的那个意思 然后呢 结果她挖出来了以后 整理了以后 她把她放在这个土地公庙旁边 没想到 四个月之内 这个村落里面 猝死了十几个人 其中包括四个青壮年 三四十岁的青壮年 无缘无故猝死 他会儿子 那后来就去问嘛 就是因为你科学 没办法解释 就问玄学 所以呢 后来去问了以后发现 土地宫一个 你好土就是土地宫 那两个会手手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请了玄天上帝等等 新民尴尬了 另外盖了一个小庙 来把厚土石碑奉上去 你说怪也不怪 为什么 奉上去以后 再也没事了 所以村民 宁可信其有 那么事实上呢 另外还有一个 就令人难过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当有人都说 怀疑会不会是所谓的寡妇村 为什么叫寡妇村 所以南丁一直死 在南投中寮的永平村等等 那么他们那时候 大概也是六七十户人家 百分之七十到后来 变成寡妇的原因 是南丁一直死亡 怎么会这样 就为什么会这样 就接连会死亡 因为意外会生病 因为很多 因为那一直死亡 这件事情 其实包括玄学之外 连科学家都来 当时为了做学术研究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村民指控 他们只有六七十户人家 但台电电台有没有 有二十几个 那他们怀疑 因为你电台输送电的时候 有高压电 高压电了以后呢 事实上我们常常讲到 我们让你去看 就是因为磁场混乱嘛 所以磁场混乱的结果嘛 那你高压电台在旁边 会不会影响干扰到你 那怎么会钻电南丁 不过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有人就提出来了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小孩没事 为什么老人没 为什么那个女人没事 那为什么都是男人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命理风水 是到了现场以后 他就看这个地方 认为说应该是风水 主克男丁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地方 对男丁不利 但是对女性 对不对 是OK的 可是这个风水 要怎样讲 当然是命理的部分 其实这个说坦白也是一个 有时候 你真的没有办法解释 但接下来这个台西的一个村落 为什么生的都是男婴不是女婴 这答案就非常恐怖了 这是我一个老师告诉我 所以应该已经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他在师传毕业被分发到 云林台西乡的一个 很乡下很偏僻的一个小学 他就发现他们班上二三十个人 女生只有两三个 而且每个年纪都这样 他就很怪就问当地人 当地人说你不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最旺 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 重男轻女嘛 所以我们这边都生男孩子不生女孩 所以人家都讲 我们那口井很好 人家别村的都来我们那口井 打水回去喝 但是还是我们最多这样 那他本来也就信以为真嘛 想说真的是这样 可是有一次他带这个小朋友 到海边去玩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小朋友 就好像拿着棍子在那边格斗 两个人在打架 打到一个手被打到就哭了 他就过去看嘛 要骂他们 结果一看他们两个拿的不是棍子 是骨头 蛤? 对 而且看起来很像是人的脚 或者是手的骨头 但是又比一般正常人的小 应该是小孩的骨头 他就觉得很怪说 你们这在哪里剪 他就在旁边那个木麻坊的 那个防风林里面剪 那木麻坊里面他就发现一堆 一个土堆 沙子堆起来的土堆 好像隐隐约有露出一些骨头 感觉那就是一个乱脏缸 他心里面当然就毛毛 你们以后不要在这边 就赶大家回去 后来过了不久班上就有一个同学说 他妈妈生产了 他想说那你妈妈生小孩 我应该到家里去祝贺一下嘛 去看一下 结果去了之后呢 全家人都脸色泥重 没有一点欢喜的气氛 他就问一下到底怎么样 他说生了是生了没有 他说生了 男孩女孩 他说女孩 那小孩呢 他说死掉了 生女孩就死掉了 可是生女孩死掉 看他家人也没有很难过的样子 就是好像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很尴尬就走掉这样 走了之后就发现了 大概在这一年之内 不同班不值三班 这个学校一共有四个家长的妈妈生小孩 三个女的都死了 对 只有一个男的活下 然后那你乡下那时候不是去医院生 就是找产婆嘛 父产四生 那产婆他也认识 他每次看到那个产婆呢 那产婆就看到他就赶快假装 没看到就走掉这样 可是那产婆对大家都很好 因为很多小孩都他接生 他就说你排斥我这个外人 而且好几次看到那个产婆 从那个木麻房的那个地方走过来 后来他实在忍无可忍 他有一天就看没有人注意 他就把那产婆挡住 就问他说 你跟我讲 为什么这里生的男孩都会活 小的女孩子都不会活 然后那产婆就说 没有啊 自然的 就没办法 生男孩会活不是很好吗 大家都喜欢男的 不喜欢女的 他说我不相信 这事情太奇怪 来来来来 他就把他抓到那个防风林 那个乱站杆 他说这个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今天大人来这边 天哪 就那个产婆被他逼得没办法 他就说 因为你知道这里的人很穷 生一个男孩下来 可以帮忙做农事是有用 生一个女孩下来还是赔钱货 所以在生女孩下来的时候 就拜托这个产婆 把女孩弄死 这产婆怎么下得了手 对 所以才会说都是男孩子 是 没有女孩子 这样子 所以传说就传到说 他人家这个产婆 对 对 其实他们这些人 大家心照不鲜 女孩子我们就 当然那是很久以前 重男轻女的时代 现在当然是没有的 所以我那个老师 嚇得从此 这第一年交往 赶快掉走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这样离开这个地方 但他心中死中的这个阴影 对 因为他就一直觉得说 还好到别的地方 没有这个情形 其实俗话有句话叫做 毁教夫婿密封红 为什么 你老公当了大官之后 你几乎就不回来了 金门这个地方风水特好 官特别多 结果呢 当地的女性 有一种对付的方法 对 这就是在八二三 那个战事馆的旁边 有一个叫荣源 荣源这个地方呢 那么古代呢 有一句传说 就是人丁不过百 金关 金城的金 金关三十六 就是比例怎么高 所以当时这个明朝的国子建 红寿 在这个地方也盖了一个 他的别墅 他的家 然后附近也有很多富人家 都是当官的 然后 这个风水师呢 就跟当地的人讲 因为你去回教夫婿密封 不回来了嘛 那有一句话 就像宋楚瑜回家去 坟上拿 拿土回来嘛 表示我要失亲嘛 我要回归故土 所以附近的村庄人 就听了这个风水师 这样子的传说 就从龙脉上 就是挖了一培土 就是放到家里去 每一个人挖 但是呢 那个风水师 其实跟他讲说 挖了一培土 那么换了一风沙 有一天呢 终于那个风沙狂起的时候 金门 你知道那个风湿也 就是因为风很大 把沙吹起来 因为那个龙脉已经断了 沙吹起来 就掩盖了整个村庄 只剩下现在的 那个明朝国子建的 这一间房子 那原来这一间房子呢 后来这个民国 56年的时候 蒋经国在这个旁边呢 就帮他就是 因为军事馆在旁边嘛 战事馆在旁边 他就帮他做修理 修理以后呢 就也听了这个故事 就用安慰的慰 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慰儒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安慰 然后呢 顺便他在旁边 盖了一个凉亭 他也想他妈妈 写诗亲 所以太太们挖这个土 是因为思念自己的丈夫 还说希望自己的丈夫 早日回来 希望早日回来 早日回来就是 回归故土嘛 所以那个土就是 等于是 好像就是要象征的 要这个 让先生回来嘛 再来看看高雄陵园的朋友 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说 有时候那个气氛怪怪的 是 有林半仙的传说 对 林半仙的传说是发生在 清朝的乾隆年间 当时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茅山道士 话说有一次呢 他到了这个陵园 清水岩这边 他就发现说 清水岩这边 怎么都没有商店啊 可是他当时又饿又渴 结果就看到一群农民 那农民很热心 就跟他讲说 哎呀 这位先生啊 你肚子饿 我们招待你 可是一看 招待他吃那个 蕃薯粥 而且 都是 蕃薯 没有粥 怎么那么穷啊 老人家 你们怎么那么穷啊 他没得到啊 先生 你不知道喔 我们这边缺水 所以没有办法跟坐 我们的水要到好远去挑 喔 结果呢 林伴先生说 搞花出力 他马上呢 就开始穿上了道士的服 然后拿起了柳木剑 然后就开始焚香做法 但是他做法要做什么 他就跟农民讲说 我要替你们找出一个灵泉 嗯 可是当我一找出灵泉的时候 你们要做一件事 所有人呢 看到灵泉的泉水 如果一旦喷出来 你们就通通就是 不准看泉水 背着他跑 能跑多远 跑多远 先生 想要哪 有什么 你不要问 你就跑就对了 好啦 他就开始做法 然后开始柳木剑 就往地上一擦 全水就喷出来了 所以喷出来那些农民一看 哎呦 今天有水 照 先生不是说要照吗 照照照 就赶快照照照 有多远跑多远 有多远跑多远 就后来有人就 不对啊 又来了你看 我们跟他又不熟 先生他是不是耍我们啊 对不对 结果就停了 我告诉你 凡事天注定 是 所以凡半仙要他们跑的 就是这个泉水 能够灌溉的面积 结果他们当时呢 跑得刚好不远 也不近 所以就能够灌溉的面积 就大概是到那边 好 那那个灵泉跟那个清水员 现在都还在那边 知道这个灵泉呢 据说 旁边有个地方就是 林半仙把他这一身的秘籍所 公立所 藏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现在是海军陆车队 因为他现在是海军陆车队 阴虚所在 蛤 可是海军陆车队曾经哦 据说 有一位师长 就派了两个蛙兵下去看 到底有没有神龟 或者是说一些秘籍 好 惠敏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人说 如果在这个池子里头的神龟 还有一说是有两条大鲁曼 只要他出来露脸了 那这个海军陆车队的师长 就会申走司令 所以他才会有人据说 就说很想去看 好了 你现在听完这两个他的事迹之后 那各位 林半仙他为什么后来 会反过来去诅咒 现在林元的这些的 当初的乡民呢 因为这个人我刚才说 他为人心胸狭窄 所以呢 他常常帮人家去造仗 然后呢 去做这个勘与风水之后 结果如果对方对他的礼数不周 逢年过节 这个礼物送了 让他不满意 他还会反过来去破坏人家风水 就林半仙这个人 没有好到哪里去的意思 那这样喔 可是呢 我们要对林大师要注意一点 林大师对醒灵的大师 真的要小心 那所以当时的人很恨他 可是又不敢对他怎么样 嗯 结果呢 后来啊 这个 林半仙他跟当地的最大的 皇姓家族闹翻了 好 那当时呢 林元他的这个北边 是大道公庙 南边是土地公庙 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林元的扁淡穴 所以林元当时一片溶井 中间有一根这个扁淡石 好很好的风水 林半仙后来知道自己 时日无多的时候 他为了要诅咒 当时的整个皇姓家族 哎呦 结果呢他就放话 嗯 他就说哼我林半仙 死后也不怕你们报复我 我天不怕地不怕 但我就怕你们要是把我 葬在那个剪刀穴 我这辈子可能做鬼无法投胎了 结果那时候很多的那些 姓黄的家族一听 哈哈林半仙我们恨你恨得要死 你说你怕在那儿 我就给你葬在那儿 这不就刚好正中林半仙的下怀吗 结果后来林半仙死了之后呢 他们果真哦 就把林半仙放在我刚才说林园老街 跟这个乡公所的那个交叉口 而且还故意哦 把他放在棺材里头 那个棺材是栗藏 哦 就让他有事不得操生 我安你 让他永远罚战啊 是 就没想到后来真的让林园当地死了上千人 人家说林半仙好恐怖 哎呦 结果之后林园就变什么 炼石化场 在那边炼油炼的也是 是 花不雨鸟不香 再来看看草岭 草岭也有被诅咒 是的 台湾呢是山水有林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亵渎祖林 更不要去欺负那些原住民 这样子的话呢 像草岭呢 就变成在台湾一个叫做 永远停不下来的一个诅咒 这个草岭呢 你看他在186年的时候呢 突然一个山崩 形成一个大坛 然后呢 后面呢 他想一想 你台湾人喔 还是给你点机会 他就自动的溃蹄了 水就流掉了 但是后面呢 又出了一些事件 他总共呢 有四次的生成 然后四次的溃蹄 所以生生灭灭 从来不停止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一次嘛 九二一大地争的时候 九二一大地争的时候 那个草岭那时候很紧张 烟塞烏对不对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原来是一位当初的汉人呢 亵渎了山林 亵渎了 欺负了原住民 其实当时呢 就是在他原来呢 这个草岭潭 原来的地方呢 是舟族的土地 那舟族土地 其实后来呢 汉人不是开坎到这边的吗 看到这边的山水很好 然后很肥沃 他们就要去种田 然后呢 就跟舟族讲 那舟族本来是很好客的 而且很愿意帮助人的 然后当初呢 正成狗把荷兰人打一打之后 剩下来的荷兰人 就是舟族收留的 从他说 我们连那种白皮肤的 我们都收了 难怪舟族这么漂亮 对啊 心肠好 你看看 他们就说 我们连白皮肤都收了 那这种黄皮肤 黑头发呢 跟我们长得很像 就答应了 好 你们就在这边种 他在这边种呢 但是他说 因为你这边在开坎 在动 你会动到土地 所以你没有任何庆典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通知我们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要共同参加 要共同参与 跟祖林做一个回告 结果呢 汉人刚开始呢 就在这边种了 种一种 种一种 久了以后就说 这些原住民 不要理他们 土地都已经偏来了 这对我耶 又来了 所以呢 刚开始的时候 几次庆典呢 还会通知一下原住民 那个长老 但是几次之后呢 就忘了 忘了之后 可是长老说 这次这东西是不能忘的啊 所以那长老呢 就说你忘了我就要自己来 就自己来了之后呢 汉人把他当成是乞丐 他就是说 给他呢 禅根剩饭 弄了一碗 然后就给他 那个长老就非常的生气 非常生气 当场就说 你们这样亵渎主人 会得到报应的 主人已经生气了 就回去之后没几天 这个长老呢 气到就死亡了 但是死亡之后呢 又没几天 1862年 结果就在 汉人开墾的那个地方 一下子 前后来一个山崩 一崩了后 前为一个燕塞湖 就是在1862年 然后就成了第一次的朝领潭 是 然后朝领潭一堆的 就堆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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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时候呢 欺骗他的那些汉人呢 你们那些钱庄呢 通通都被淹没了 因为水位就快速的上升 然后后面呢 到了1898年呢 慢慢觉得说 你台湾呢 可能有新的机会 因为1895年 日本人来了 然后后来后船新平 开始到民政长官 开始要去建设台湾的时候 他就没有什么征兆 他就溃体了 水就往下面的清水溪流下去了 所以这边呢 田园又回来了 而且那个田特别肥 又肥 对 又回来了 可是呢 到了民国36年的时候 出了嘉义大地震 是 那嘉义大地震 又崩塌 然后整个山崩塌 又把它给弄起来 而那些水呢 大到呢 是日月潭的三倍 水位是很高 是 而1847年 还出了一件事情 在台湾人来讲 就是有一个新的政府来了 非常的暴略 烧成了人民的反抗 民国36年 228事变 第二次又形成了 你对这块土地人不好 我就重新的出来了 可是呢 他到底是呢 到了民国40年的时候 他就自动的溃提 而这种溃提的时候 又很有 刚好是说 因为刚好 媽祖在遛禁 媽祖在遛禁 这个时候呢 溃提的时候呢 他水呢 还不会这样子 因为他不是比日月台 还多三倍嘛 直接冲下来下面还得了 对 他自动的分成两道 就这样子过去了 而那个时候 也是台湾那个新机会 因为寒战爆发了 国民政府 蒋介石复位了 然后美元来了 而且台湾有个新的机会 结果到了后来呢 到了民国69年的时候 清水溪呢 又拥塞 又被堵塞了 但是呢 那时候觉得说 哎呀 台湾呢 你们这时候开始就做建设啊 到时候开始挖了啊 刚讲的很多地方啊 可是 民国68年 其实那个时候没多久 中美断交 哎 那个时候就还不要给台湾 这么难过 他又溃了 然后到最后呢 是1999年的时候呢 真的 台湾要变天 有个大变局 921大地震 他又摊下来了 又形成了 那时候是非常惊恐的 一个烟塞湖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都还跑去看了好几次 很担心说溃堤之后会怎么办 但是后来呢 到了后来是说 你记得纳利风灾 台北市被淹得很惨 全台湾都淹得很惨 哇 台湾已经够倒霉了 就倒霉了 所以呢 他又自动的又消失掉了 是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山水有灵 你不能亵渎他 亵渎他的诅咒不完 但是呢 我们要感谢台湾那些山水祖灵 他有时候就想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就心存厚道 对的 所以其实呢 真的山中有灵 临到山上去呢 其实多一点宫镜之星祖灵山灵 其实会给你指点一条名路 对不对 对 我跑到了圆山乡 那个最高顶的位置叫 那个地方有个郡 就是上面有个朝天湖 然后我就上去 上去呢 那个路弯来弯去 然后好不容易就是上去 可是一路都是雾 然后刚好上到那个 那个顶上面 那个就一个大高原嘛 像平原那样 然后里面有一口湖 然后上去以后 车子突然间 咯咯 熄火了 熄火了 哇 那个地方 我那时候在心里想 我要去 因为25年前 只有BB Call 没有大哥 那时候大哥大概不流行嘛 那是拐拐的时代 那个 结果呢 我就想说 就是叫天天不应嘛 你要叫人家上来拉车也不行 叫修理的 你也没 也没电话叫他嘛 那我心里想说 我之前有学一点 那个电机的盖电 是不是把那个 那个车子呢 把它打开 看看引擎里面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一打开呢 就看 看也看不懂 然后 旁边有个声音 就是一个老人的声音 跟我讲说 那条路子怎么回事 那 那 因为 人那个时候 霧 在霧里面 然后又 又开始有点紧张 就 就赶快把那个螺子转 然后我就把车盖 盖下来 上去 因为会发动 发动的时候我才想到说 诶 刚那个是谁 才想到说 诶 要跟他讲谢谢 出去看 根本没有人 没人 没人啦 然后我心里回想 因为刚好是头低下来 有看到他下摆的衣服 是古代的衣服 那时候才想起来 诶 怎么会有古代的衣服 那后来我就跑 跑到附近的 有一家餐厅 我就问老板说 你们这边有没有长 像这个人 嗯 他哈哈大笑 他说 你车盖去用车 我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 那里有个土地公 我们一直想要给他盖土地公庙 他说 你要不要来点 点一个地 然后呢 帮他盖一个土地公庙 然后可是地主呢 他说 土地公庙的钱 你自己出 所以你有点吗 后来这个事 就是没多久以后 我就下山 下山呢 就接到一个case 接到一个原住民的同胞呢 他说他要 他要踩土地公 我说 你不是姓 你是姓天主教嘛 他说对啊 他说那你干嘛 这个土地公 他说 老师我跟你讲 我前几天开车 开到了那个 南洋大桥 后来出现了两条路 那我心里想说 我往右边那一条 就是看 就是往那边开嘛 嗯 结果路上 有一个老人 就跟我讲 就是 就比不能开过来 嗯 然后我才醒过来 原来只有一条路 那条路是幻觉上的路 所以 等于救他一命 哦 所以他回去以后 他跟一个老太婆 就是分租了一个房间 嗯 所以回去以后 他本来都没有在看老太婆 上面供奉什么 结果原来老太婆 供奉的是一个土地 土地公 有了白呼吸 他一看 原住民朋友一看 就是说 就是长这个样子啊 嗯 所以他说他也要 供奉土地公 因为他救命恩人 嗯 所以就这么巧 对不对 跟土地公的姻缘 对 我们在爬大坝尖山的时候 也要心存敬意 因为这里是泰亚族的圣地 如果心怀不敬 人中有一些大自然 要呼唤的时候 呼唤之前要有礼貌 对不对 其实所有的山都有山神啦 都有 譬如负责守护他的土地公 那大坝尖山 他尤其是 泰亚族人 他们说他们的祖先 是从那里发源的 所以他们对那个地方 特别的尊敬 那我们有一次就是去爬大坝尖山 爬着爬着眼前 已经看到大坝尖山 已经接近的时候 忽然这个原住民 就是泰亚人的那个领队 就跟大家说 欸 你们要小便了 趕快小便一下 我们就想说奇怪了 小便 爬山小便一定是 随便什么地方 没有人注意就变了嘛 我们男生很方便了 干嘛要 现在要小便 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 因为再进来就是我们的圣地了 那进来圣地是不可以小便的 所以你们要便了 趕快便一下 那有的人就去便一下 有的人就说 我也没有想要便便 那有一个他说 我才不信这一套 哪有这种事情 哪有可能你们在大坝尖山 这么艰难 你根本不可能生活的环境 就发源你们的祖先 所以就没在信到就对了 然后呢 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家我不见了 过了不久回来 我说你看 我去帮你了 我说人家讲吧 这里不能小便 他说没这一套 我没在信 他就不相信这一套就对了 然后大家就继续走 走到大坝尖山的灯壁 已经到可以登顶的地方 可是因为以前有一个铁桥 可以爬的嘛 那个铁桥已经被拆掉 所以现在已经没办法登顶 走到那一块 看起来像大酒桶的下面 就算已经到了 到了大家就在那边吃东西 那爬山大概没有什么好吃 就在那边煮 煮面吃就对了 大概煮一大锅面 结果这时候我看到那个家伙 他竟然背着大家在一个石头底下 在那边吃东西 我想说 你这一块自己炸好烤的 好料的 米在那里吃 我就过去拍他 你这吃什么 结果我发现他在吃土 他抓地上土在吃 我说你干嘛 你干嘛吃土 他说这是蛋糕啊 还有一个人跟我讲 这个蛋糕很好吃 我就吃蛋糕 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 幸好没吃米田共 我说你是不是高山症发作 因为高山症发作 我会有幻觉嘛 常常这样 我就夾不了吃不了 来来来 大家面好了大家一起吃面这样 然后就土拍一拍就吃面 吃一吃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走了 就要下山 准备要回下来了 下来开始走的时候 大家都走得好好的 结果他走最后一个 走一走 我忽然回头发现他不见了 我怎么会不见 我说诶诶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 大家就停下来 然后就往回走去找他 往回走就发现一条岔路 还好他还没有走很远 我们就看到他已经往那条岔路走了 趕快就叫他 诶诶 把他叫回来这样 说你又不是第一次爬 你不知道路吗 你也跟着我们走啊 你干嘛那个走错 他说有一个人叫我走那边 我说还有鬼 鬼叫你叫 不是怎么叫 那我可能走那边 你走这边就对了 走这边 那我就说那你走前面 我走最后一个 免得你又 大概大概 你已经不太正常了 再往前走 走一走走一走 结果呢 他忽然好好的路也不是很难 但他一边是悬崖敲壁 他就啪就滑下去了 我想说啊死啊 要去救他 我不能牺牲我自己啊对 要拉他也不能去拉他 结果他还好运气好 他的那个背包 就勾到那个旁边的树干 就没有掉下去 然后大家起手八脚 就把它弄上海 也吓得半死 因为这个是会出人命的 结果那原住民的领队就问他 你到底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今天是怎样 不舒服还什么 要不要叫海鸥直升级 他说不是啦 我就看到 就有一个人叫我说 从这边跳下去 我就跳了 天啊 他说到底什么人叫你这样子 又叫你吃 吃不是泥土 又叫你走出路又叫你跳 他说就是一个看起来像原住民的 脸上有刺青的人 那个领队就说 你刚刚是不是有在这里面小便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得罪我们祖灵了啦 原住民就最不能得罪祖灵 他说你这样得罪祖灵 我跟你讲你回不了山 下来不了山 他一路会一直弄你 最后把你弄死 他怎么办 他也忽然就害怕 就怎么办 他说祖灵的话 我们祖灵一定要祭拜他 祭拜他就要有酒 谁有带酒 谁有带酒 他问一问 就有些人为了郁寒就带酒 他说我还有一点酒拿来 那酒就撒在地上 就说祖灵啊 我们这个平地人啊 不同礼貌啊 不知道啊 没有尊敬你啊 他做错事了 你原谅他 下次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赶快就拍他的头叫他 赶快趴着 就跪拜一下 然后再起来 就继续走 真的都没事了 就平安下来下山了 所以我们到山上任何地方 尤其要做这些出宫的事情 小便大便的事情 你一定要先打个招呼 说啊 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救援一下 你要是不讲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那很难讲 更何况说得罪圣山的祖灵 我上次去屏东 一个石板屋的部落 也是入山之前 要先那个祭拜祖灵 要喝酒 就是酒要撒在地上 是 是 就是打个招呼 恭敬之意嘛 对不对 高雄还有一个特别的传说 大岗山 对 居然有预言的能力 是 我们谷林老师应该就很熟 大岗山 这个风景区 观众也都很爱去 它大概 它的地理位置是横跨了高雄的好几个区 包括有岗山 阿联 还有田辽 但奇怪的是 这也有人说 当你到了大岗山 有一个大概差不多 有百公尺的一个这个 我们讲的峡路 就这一个 要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是怕有落石还是地震吗 不是 是 是要小心它会突然叫 哦 山会叫 我不知道 我是没有听过 因为如果我要听过 我可能四百年前要先出声 才有办法听过 因为第一回儿叫的时候 是在1683年的附近 有人说 你现在看看这个峡谷 你走进去 你能想象山里头 突然发生山明在叫吗 我想以科学的观点来讲 那应该可能就是 可能也许是地震 回音或什么 或者是您说的 惠民讲的可能里头 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盘 在动的时候的一个回音 可是呢 那个年代的人不这么觉得 那就是山在叫 山会叫 一定会出事 出什么事 1683年当时 山一叫 大家在想说 台湾当时的民众在想说 会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改朝换代的事 因为我们晓得 当时施郎不是投靠清军吗 就反过来打民政嘛 所以把政客闯打得很不爽啊 最后怎么办呢 就引清兵入台嘛 最后台湾是并入清朝版图 这是不是大事呢 是 而且并不是 对当时台湾人来讲 他并不觉得这是好事啊 是不是 结果一停 停200年没叫 可是到了1894 95年的时候 他又叫 当地的齐佬都知道说 这一叫啊 有事啊 会出事 有什么事呢 清朝甲午战争 1984年爆发 1985年战败 签订马关条约 台湾人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 叹叹叹叹叹叹叹 台湾被歌让给日本了 台湾被歌让给日本了 那时候大家想 难怪啊 那时候山又再叫了 好 再来1915年 这回山又叫了 这不是只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人觉得好事 有人觉得坏事啊 我们晓得啊 那当时国民党转进来台嘛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转进来台 然后结果你看 台湾后来不是也发生了很多 不平静的事吗 所以 现在如果观众朋友 您去了这个大山风景区啊 您在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狭窄的这个步道在走 大概百公尺喔 我希望您不要听到山寨叫 希望不要听到山寨叫 不过现在是民主选举 应该还好啦 对 虽然它是一个预言 但是它蛮恐怖的喔 好 可是这就不恐怖了 好 我们随着这个地理环境 我带大家来到 大甘山的这个后山岩 这边说 既然有母乳可以喝耶 喔 喝到底要干嘛 他们说这个水啊 可以治百病 而且已经有 两百多年来的传说了喔 而最让人嘖嘖称奇的 就是我右下讲的这个 超峰寺祖皇后 这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 应该在这边盖一个庙 而且呢 当时蒋雨薰盖庙只是 他表面的借口 事实上呢 他早就勘语过 他发现大甘山这一边啊 竟然他的地形非常像 皇后上面皇冠的大拉翅 代表这里会出皇后 那我问你 你是乾隆皇 你已经有皇后了吧 嗯 那这里会出皇后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里会叛变还是怎么样啊 嗯 展历绝嘛 哪有 一定要出事后快嘛 所以他 对清朝这么忠诚啊 他是台湾的知府嘛 嗯 所以他就叫蒋雨薰 一定要把那边的风水给破坏 好啦 所以呢 当时其实他们说 这才是蒋雨薰真正的任务 哦 他破坏了我们台湾的皇后穴 对 可是他当时在那边呢 好 就表面上还是说他要盖这个寺庙嘛 那暗地里破坏这个风水嘛 好 那表面上盖这个寺庙 他怎么盖 其实那个地方根本没办法盖 你知道这些都是七星石哦 嗯 据说是具有慈力神力的隐石 就七星石哦 嗯 那怎么盖呢 他也很聪明 这个蒋雨薰真的是假鬼假怪哦 他就说 哎呀 这边的民众啊 我跟各位讲啊 既然这是块风水堡地 我决定在这边啊 要请人来表演飞瓦术 哦 那很多那时候当地的人就想 哦 我要去看飞瓦术 可以过飞瓦术 可是你们要来看 必须要带一片瓦 带一片瓦来哦 作为入场卷这样子 他们说好啊 就每个人就搬一片瓦 都自动自发 哎 结果呢 当时哇 这些上万人就每个人搬一片瓦 哈哈 因为这个地方要见寺庙很难嘛 可是你们每个人都带一片瓦 后来大家都知道 他其实也算是好意啦 因为毕竟超风是因此而盖成 而且里头还有我们讲的七星石 这些具有瓷力改变风水的陨石 为当地带来一个好的风水 后来啊 人家就不会再去讲说 哎 其实当初啊 他是要来破坏这里的 出皇后的好运 原来我们的大岗山 有这么多特别的故事 厉害吧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 再多分享一些 广告之后金报捐起零 马上回来 警用机车从路口呼啸而过 获报有人被砍伤 之后警车也赶到现场 合理制服嫌犯 把人带回派出所 四名元警上前压制 24岁许姓男子 当时他就是拿这把锯子砍人 修车厂老板手臂划伤 背后也留下30公分撕裂伤 真的是千军一法躲过 一号下午 许姓嫌犯跑到新北市新庄 新北大道这间修车厂 他的父亲和老板 是就是特别交代 别把车交给儿子 当天许姓嫌犯上门找车 老板指回去问你爸 嫌犯回家却发现 父亲跟老板通电话 觉得被骗了 气得拿锯子冲回车厂 看老板 最后遭到压制逮捕 七八名二煞手持刀棍 压着一名黑衣男子 一大群人站在大马路旁 气势嚣张 这时候突然一名男子 从白色轿车冲了出来 举起手中球棒 直接往黑衣男打下去 气眉霄又再砸一次 男子痛得抱头就跑 换个角度看 一群二煞团团团围住黑衣男 拿着刀子棍棒 就是一阵猛杂 警方赶到现场 扼煞连忙驾车离开 但其中一两来不及逃 当场被警方逮个正着 上个月二十六号晚上七点多 周姓男子疑似因为干亲糾纷 与张姓男子相约谈判 没想到周姓男子 带了七个朋友到场助阵 不仅追凯被害人 还拿空气枪射击膝盖 被打的张姓男子浑身试伤 出了脑震荡 背部多达长十公分的撕裂伤 双脚膝盖也有射击伤口 医院警察室门口 男子被警方押制在地 朋友赶来作证 趁英雄推警察 黑衣朋友以为这样就是意气 跟警方拉扯 而常访女子也想帮忙迪坐在地 女警使尽力气要将她拉开 现场乱成一团闹是男子的鞋子 也因为挣脱都掉了 共计四名远警 要把闹事的男子 黑衣朋友 以及长发女子三个人拉走 旁边还有其他友人 也希望能够控制住场面 又来男子清晨要到医院急诊室 探视友人 我来这里看不可以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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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手上叼咽被保全制止 男子本身喝了酒脾气上来 坚持要进去 几帮劝阻不服继续闹 这里有白人要求 我白人要求你 我也是白人 我们大家 男子最后被带回派出所 保护管束 只因为吊咽被制止 既然找朋友相救 跟警方叫嚣 爆发拉扯 冤警也因此手脚擦伤 一夕人吵吵闹闹 影响到医院急诊室的救护品质 很不应该 今天的金报追击力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梁启和死者托墓有关的真实案例 死者托墓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判案呢 先来看看新竹这一起 一位检察官呢 他接到了这个电话 要出去查案了 一到现场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 来鬼 但是比较不一样 是梦中来过 一警一路非常的像 结果呢 果然是一位死者托梦 但问题来了 只是梦中讲的案情 如何掌握证据 追查真凶 有没有办法办下去 详细的状况 我们请资讯社会记者 王瑞德来告诉我们 瑞德 有一位蔡姓检察官 他本来也不相信托梦这回事 但是却因为托梦 意外让他侦破了一个重大命案 那么这个蔡检察官呢 二十几年前 从苗栗地检署 那么调到新竹地检署服务的时候呢 当天那么新竹的警方啊 接获报案 在新竹尖石乡里面的一个河床 那么有沙石车司机啊 那刚好那个等于说 这个被业者请来要进行一个 河川地的一个整地 他在挖的过程当中意外挖到了一个 本来以为是人体模特儿 结果没想到靠近了以后发现 发出了阵阵恶臭 竟然是一个被弃失的一个女尸 所以赶快跟警方报案 那么警方就报请这个检察官 率法医到现场来验尸啊 检察官坐着他的公务车 跟法医一起来到了尖石的时候呢 那么经过一个尖石的检察哨 这时候蔡检察官心里抢了一下 为什么 这个地方他从来没有来过 但是显然他对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 似曾相识他来过 后来他一想 这个地方不是二十天前在他梦里面曾经来过 下车了以后 那么没想到 那么在验尸的时候呢 看这一句的这个女尸者啊 他的手脚跟他的脖子背部 全部被人家用红白线的这个电线呢 给捆绑 人呢被捆绑 本来以为是勒死啊 那么经过解剖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尸呢 事实上他是头部遭受到重疾啊 从耳朵旁边这样重疾 而且这个重疾呢 事实上是用拳头这样打 重疾了以后 再用这个红白线的这个电线 勒这样子 然后后来把这个死者啊 把他捆绑了以后 再到坚持这个河川 这个地方因为要经过坚持的检查哨 一定有地缘关系 对这个地方熟悉 重点来了 那么检拿官呢 验尸的时候发现 女尸身上没有任何的证件 死者到底是谁呢 必须要查出死者的身份 才有办法破案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事实上 那么检察官心里已经有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检察官难难自语说 到目前为止 每一个步骤 都符合他20天前所做的梦境 那么女死者来到梦里面 跟他托梦说 杀他的人是他的前夫 可问题是那你是谁呢 我并不知道你是谁啊 所以呢很纳闷的情况之下呢 就开始啊 想要办法指挥警方 要进行调查 针对失踪人口 有报协巡失踪人口 先去调查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啊 他有检察官的同事呢 任职在桃园地检署 那么这件发生在新竹 和川地的这个命案呢 那么在晚报报了以后 说也奇怪 桃园地检署的这位 检察官同事呢 就打电话给这个蔡检察官 蔡检察官说啊 所有的一切都对了 那么指挥人最后一个就是 杀他的人是他的前夫啊 说也真巧 为什么呢 因为没想到 经过追查了以后 这一位女死者呢 事实上是在桃园地区上班 那么她跟她的这个先生呢 离婚了以后 那么来到了这个桃园这个地方呢 在上班啊 上班了以后 因为这个男 当天呢 是因为回去 新竹监石这个地方 找他的前夫聊天讲话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想到前夫知道 他另外交了新的男朋友 照理来讲 都已经双方离婚了嘛 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可是呢 男人有一种公狗情结啊 前夫听到说 你竟然另交男朋友 一气之下 那么针锋吃醋 情况之下 就杀了这个前妻啊 那么因为有地缘关于 所以呢 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结果就把这个 他前妻的一个遗体呢 载到了新竹河川地 挖洞 埋起来 做梦也想不到 没想到 竟然会有挖土机 然后呢 因为整地河川地 所以呢 挖挖挖 就去挖到了前妻的这个遗体 更想不到的是 已经死了一个多礼拜的这个前妻呢 事实上呢 超过一两个礼拜以上 到底死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 他竟然早在20天前 就已经跑去跟这个 等于说检察官 托梦告知此事啊 所以到底有没有托梦这回事 你可以从这些无法解释的 托梦破案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一个启示 再来看看北港系的这个案例呢 云林男子喝醉酒落水 警方很快的就要用意外落水来结案了 结果却在此时 死者女儿讲的一番话 让案情者的重新申办 原来死者托梦给女儿 那么到底能不能抓到真凶 瑞德 发生在云林的北港溪 那么有一位37岁的黄姓男子呢 他跟朋友跟另外一个38岁也姓黄的这个朋友啊 两个人是从小这个一起长到大的玩伴 青梅竹马非常好的朋友 两家的住家呢 大概相距也不到一两百公尺啊 结果呢 当天相约出去外面喝酒 说也奇怪 喝酒了以后 人就不见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诗中的黄姓男子啊 突然之间跟他只有四岁的小女儿托梦 四岁而已 四岁的孩子他讲的话能够相信吗 但有时候四岁的孩子他讲的话最称真最天真啊 为什么呢 这个小女孩小女孩他在梦中说 他梦中自己的爸爸回到了这个家里面 然后呢全身湿漉漉 而且还流血啊 而且他的爸爸在梦中跟他说 他现在被人家关起来啊 然后呢 还有他不是自己掉到这个水里面淹死的 他是被人家害死以后 丢到这个北港溪里面的 要孩子一定要跟警察 要跟家人大人呢 说这个事情啊 爸爸对不起你们 爸爸就这样死了 非常对不起你们 但是爸爸也不能就这样含冤而死啊 小女孩惊醒了以后 那么立刻跟妈妈家人 把爸爸来托梦的这个事情说出来 所以呢 这个家人立刻去找警方 当时这个案子呢 包括北港当地的警方之外 还惊动了台北的刑事警察局啊 那么一起会同来侦办这个案件 那么最可疑的人呢 当然就是跟他一起喝酒的另外一位皇姓的同乡啊 可是当时找不到 而就在被害人失踪二十天 那么因为有来托梦 所以家属认为大事不妙 因为在梦里面 他说他不是自己淹死的 而且全身湿漉漉 很可能人 尸体呢 还在这个北港溪里面 就没想到呢 当警方拜托消防议销人员 协助沿着八港溪寻找了以后 真的找到了皇姓男子的这个遗体啊 泡在这个北港溪里面 然后呢 经过验尸以后发现 那么他的手背 还有他的这个腹部等等有抓痕 所以呢 显得这个案子 应该不是单纯的这个 所谓的生前落水 当时法医解剖发现 是生前落水 可是你只知道他生前落水 并不知道是怎么落水 所以警方立刻 那么针对资二十天前呢 失踪的那一位 另外一位皇姓的同乡 立刻进行追查 更意外发现这个同乡啊 在案发以后没有回到家 竟然是回到去躲到屏东的娘家 所以呢 抓到他了以后 立刻把他进行证讯 就没想到警方在告诉他 死者托梦的故事了以后呢 这个皇姓同乡最后承认 原来啊 那一天他跟他的这个好朋友呢 一起去喝酒 两个人喝得非常的嗨 非常的高兴 有点喝醉了 然后呢 砸货店的老板娘 看他们两个人喝醉 怕出事 拒绝再卖酒给他们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一起酒后驾车啊 然后呢 开着一辆 这个等于说自小客车呢 两个人还要继续去算贪找酒喝 结果呢 在开着开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朋友 却在车上发生了口角 发生了争执 最后这个车子停下来以后呢 两个人还下车进一步的发生扭打 当时扭打的地点就在北港溪的一座桥上面 最后因为这个嫌犯呢 他身高180公分 恐无有力 所以呢 一打之下呢 把这个被害人 整个打到了北港西下 就没想到20天后 尸体就这样给扶起来 也因为他们当时啊 这个一审判刑啊 就判了用杀人罪 判了这个等于说15年 然后后来官司不断的在打 可是呢 民事官司一直没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理啊 所以呢 被害人家里呢 还曾经去这个加害人的这个家里呢 去丢鸡蛋 去撒名子等等啊 如果没有死者 来跟4岁的女儿托梦 可能就把他当作一般的生前失足落水 或是酒后落水 那么他的冤屈 可能就这样一辈子寒冤莫白了 那里有一个冤屈的室 那内陈海的导致 一赫名后论 还能不動 你不治愈大事 我就想做 你可以 by bwd6